苦天生的雕塑創作及获得了各界好评 应用制作师生年龄的纪念像 政府机关的伟人红像 用于制作的纪念像 大部分是政商年龄社会刑塔 特顾它巧手等大的拿捏 及心密情感观察 充分彰显魔科对象的特质及实力 此生题代表作品之一 诗人被形容于罗恩的沉思者 用一曲同工之妙 这类早期作品 也定定普天生在雕塑界的地位 于恩师朝仓一年十七年之后 一九五七年 朝仓一路感言自己日渐体衰 特别来信 既有担任第三届日本亚运会 艺术部委员长的身份 召唤普天生 以通过考察的名义 前往日的两年 时速借由朝仓老师负担 并且能享受雕塑记忆 再次开启普天生的创作誓言 更年在朝仓协助下 完成奏品穿之光 即获得日展第一名 刺激素体不仅为雕塑光 更被视为普天生中情 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大师的眼光 他一定气动他的徒弟 而且他的徒弟 一定可以不顾他的所望 在台湾这边可以开花 1- 拜拜